俗话说的好 一日不吃虾 两眼泪汪汪 今天买了两斤虾 准备了整个金针菇蒜的虾 来支出我的眼泪 来先给它开一半手费 从这儿拌开 把里面的虾线撤一半手 姜来一半手 葱子来一半手 料酒来一半手 胡椒粉来一半手 帮它刷匀紧 去下腥味 为了配的上这一杯的款虾 先把我四个蒜 全部给它砍碎 看着这么大 就差不多了 弄起来 起锅烧油 蒸点蒜用酱 油温差不多了 下蒜 青红辣椒来一半手 生抽放一半手起锅 把我们金针菇 搬到肉烤盘下 顺便给小伙伴们磕骨下 这才是正常的金针菇 那平时吃啥伯伴的叫银针菇 上锅 把银针菇放一半手 蒸点酱油 放点水 给它拧一手 锅盖烤到 给它拧一半手 把我们炒的蒜蓉酱 给它放一半手 撒上葱花 这个味道真的不摆了 拧一半手油 下锅做好了 我们吃一半手 哇哟 下下水还安逸了 真的不是活活活活有点麻烦 味道相当巴适 味道相当巴适 虾的香味加上蒜的香味 还有金针菇的香味 哇 这开辈的其实还超薄 小白萝卜 不许多的 葱花 喝完 哟了 我们吃到一整个 这点 我做厨律中心 小白萝卜在我做的时候 一定要先要女朋友才能做这道菜 因为真的只剥虾太麻烦 找找你会帮剥哭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